第212集 十国无岳 五宿王前流 无岳五宿王档案 生族年是公元852至公元932年 父母父亲是钱宽 母亲水秋氏 后妃 陈氏 许氏 吴氏等 年号是天宝 宝大 宝正等 在位时间是公元907至公元932年 是号五宿王 妙号太祖 陵寝 杭州前王陵 性格激警 善谋 明智 徐继宗点评说 他改进了讲求奢华的陋习 重视居安思维 不求表面华世 助成员 修倩豪 是徐使作乱时无法入城 吴国免遭父王的危险 他用良才定良策 使吴越真正成为当时全国的富庶之地 吴越五宿王前流 杭州临安 金属浙江人 是吴越国的创建者 自俱美 又有一个奇特的小名叫婆刘 或叫婆刘喜 传说他出生的时候 他的父亲钱宽见婴儿面向怪异 认为不祥 要把他扔进井中 后来被祖母苦苦拦下 才得以保住一命 因此就有了婆刘喜的小名 钱流年轻的时候 不爱耕田 喜欢武枪弄棒 家乡的人视他为无赖 后来 家境窘迫 钱流又去贩卖私盐 还曾做过强盗 在他二十四岁那年 临安石敬镇首将 董昌招兵买马 钱流于是和几个伙伴投军 成了一名兵族 钱流武艺出众 作战勇敢 很快就成为董昌会议下的一员小将 不久 皇朝军入这 钱流建议董昌说 敌众我寡 应该智取 他率领二十名勇士 在山谷中设服 杀死皇朝先锋军数百人 然后 他将部队布置在一个叫做八百里的地方 告诉路旁的一位老夫人 说 如果后边有人问路 就说 临安兵驻守八百里 皇朝的部队到了之后 不知道八百里是地名 以为驻兵真的有八百里之远 所以撤兵退走了 这件事后 朝廷论功行赏 董昌被封为杭州刺史 而钱流也被着身为 杭州兵马都指挥使 初步掌握了杭州兵权 不久 董昌与越州 近浙江绍兴的义胜军节度使 刘汉红发生了矛盾 钱流奉命领兵渡江出击 攻占了越州 侵杀了刘汉红 董昌入越州 代替刘汉红的职位 而钱流则做了杭州刺史 刘汉红的义胜 景福二年 公元八九三年二月 董昌见唐朝廷已无力控制局势 各地方镇公开割据 在左右的蛊惑下 自称皇帝 国号大跃 钱流见时机来临 便向唐朝廷举报了董昌的反叛之事 唐朝宗便下诏 罢黜了董昌的所有官决 封钱流为彭承郡王 命他出兵讨伐董昌 几年后 钱流击败董昌并杀之 兼并越州等地 朝廷依他平叛有功 让他兼领镇海 镇东两军节度使 并封他为越王 后又改封为吴王 还赐他免死铁券 至此 钱流不但在政治上 获得较高的地位 而且占尽了浙东 浙西十三州之地 基本奠定了吴越国的疆域范围 钱流攻城之后 依尽还乡 回到了他曾经被视为无赖的地方 他大败拍唱 把家里的房子 修建得异常豪华精美 当众人围着他奉承的时候 他的父亲钱宽却躲了起来 钱流忙去问其原因 钱宽说 我们家世代以打鱼种田为生 从没有这么富贵 你现在发迹了 但周围都是敌对势力 我不愿见你 是怕将来你把灾祸带到家里来 钱流听了 深受震动 表示一定要记住父亲的嘱咐 自那以后 他不再讲究排场 而是致力于保镜安民 为百姓谋福利 钱流出生在农民的家里 深知民间疾苦 他上台后 鼓励肯荒 劝客农丧 广泛兴修水利 发展经济 尤其是他修筑的汉海食堂 责备后世 千百年来 一直被人所称道 相传 后梁开平四年 公元910年8月 钱流为了治理钱塘江朝换 组织了二十余万军民 在侯潮门 通江门一带 大规模修筑堂堤 开始的时候 因为海潮太大 河堤无法铸城 钱流 遂命五百名应奴手 在岸边站成几排 一起向潮头射箭 箭如雨下 海潮终于退去 潮落之际 钱流命人 砍来山中的大树 打夯入水中 钱后树立了酒牌 又命人劈开竹子 编成巨大的竹笼 里面装上巨石 填土 然后放进水中 阻挡海潮 经过几个月的奋战 终于建成了这座 举世闻名的汉海食堂 后人为了纪念他的功绩 称这条海棠为 钱室汉海棠 或钱室石堂 吴越地小国弱 又与吴 南唐等强国为林 钱流自知处境险恶 虽在政治上 采取了主动 向中原政权称臣的策略 以此作为和周围 割据势力的抗衡资本 不管中原由谁主政 他都纳贡称臣 求得封号 从而保持本地的安定 在唐王之前 他忠于唐朝 在朱温篡堂建梁以后 他又效忠于后梁 从后梁那里得到了吴越王 兼淮南节度使的头衔 后唐灭梁以后 钱流又向后唐上表称臣 不仅得到了吴越国王 天下兵马都元帅的头衔 而且还得到了预测金印 义是恩宠 钱流于是就自称吴越国王 虽然没有称帝 但许多制度和皇帝基本相同 后唐长兴三年 公元九三二年三月 钱流并逝于前唐 终年八十一岁 他临终前 嘱托子孙们要善示中原 不要因为中原王朝更迭 就改变和中原王朝的友好关系 这一遗训被其子孙恪守 使得钱氏吴越政权 在五代十国中存在的时间最为长久 钱流死后 藏于安国县 今浙江杭州一带 依锦乡谋山 誓约五宿王 优优独播剧眼製 优独播剧眼镜 现在有没有发Loo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